前幾天,我錄微博時又被我錄到一條熱手 說的是我們十多歲的戀愛官和我們二十多歲的戀愛官之間有什麼區別 作為一個中環情長多年的情感專家 看到這樣一個既現實又苦澀的兩性情感話題 當然忍不住想說兩句 我覺得18歲的戀愛和我們長大之後的戀愛 雖然不可以算是兩回事 但絕對可以說是差天共地 我們18歲的時候,喜歡一個人會喜歡得很自信 我們不會質疑自己是真的喜歡別人 還是對別人有一點好感 更不會去思考我們喜歡對方的什麼 會令我們覺得迷惘的問題就只有一個 就是,他究竟喜不喜歡我呢? 或者是,他究竟怎樣才會喜歡我呢? 甚至我們下定決心要去追對方之前也不會有太多的顧慮 對方的成績是全校第一還是倒數第一 畢業之後要考研地找工作 想留在廣州還是要去其他城市發展 我們是一點都不在乎 但不料就跟他去同一個城市工作 現在交通那麼發達 廣州飛烏魯木齊 五個鐘日到了 一天往返兩轉都還夠時間讓我們去抬個茶 不是什麼 對呀,我們18歲的時候拍拖 明明連零用錢都沒有多少 但我們是連K票錢都不會去想 唯一擔心的就是對方是不是單身 而18歲的我們一旦決定要追一個人 簡直可以用分身來形容 我相信很多人為了令自己喜歡的對象開心 都會做一些有點瘋狂的事情 譬如對方說想去看電影 就逃貨都陪他去看 對方說想吃宵夜 就算有門禁都立即衝出宿舍買宵夜 然後送到對方宿舍樓下 送到對方手上 然後再爬牆爬回宿舍 對方說想看陳奕迅演唱會 就立刻去搶票 搶不到再看看有沒有皇后 然後再傾家當產找人借錢買下來 而我們長大了特別是工作了之後 我們面對感情跟18歲的時候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我們連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對方 都不敢確認 很多人發覺自己對一個人產生好感的時候 第一反應都是質疑自己 我究竟是真的喜歡貓貓 還是單身太久覺得寂寞 所以才想找個人來拍拖呢 然後陷入困惑 如果因為寂寞才跟貓貓在一起 其實我沒有必要去表白 但如果我真的喜歡她 我又不去表白 那我不是錯過一個好女生嗎 就算確認自己真的喜歡對方 我們都未必敢去追別人 試想一下 若然別人是985 我們是996 別人越生過萬 我們越生過千 別人住聶德村 我們住城中村 那我們憑什麼覺得 別人會答應自己呢 就算別人肯答應 別人家人也未必答應 我相信 考慮完這麼多事情之後 很多人都會放棄表白 其實無論是18歲拍拖 還是現在拍拖 都各有各的好 18歲的戀愛固然轟轟烈烈 不過成年人的戀愛 都有她的細水長流 雖然我們開始工作之後 想要拍拖的話 就要考慮很多的事 以及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但我依然希望大家 如果遇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人的時候 不妨大膽去追 可以有所顧慮 但千萬不要肅沙 因為You deserve better too 重複去犯罪 阿琪,再做個在漢吧 不做 朋友,你們懂得做吧 谢谢观看